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連同安心出行 疫苗通常症連同安心出行 很多人都司法法國 都退出來 但我研究了很久 不是無法司法覆核 因為疫苗通行症及安心出行 那是599章疾病及預防條例 599章怎講呢 599章講得很清晰 有兩個要點 第一個要點就是突發性的 那些瘟疫就要防禦 第二個就是市民的健康問題 好 這兩點讓我找出漏債 第一 新冠疫情已蔓延兩年多 是否突發性 不是突發性 所以不適合599章 第二 影響市民的健康 這個更離譜 因為疫苗通行症及安心出行 使得香港經濟一直一直下滑 而昨日的公布就說 香港有百分之七十的人 是無人工家 可能會減人工的 因為經濟滑落 影響到每個市民都有心理及生理情緒困擾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這兩點都符合取消疫情通行症的司法覆核 所以我就用了這兩點去打 我希望嚴明的法官看到之後會批我這次的司法覆核 我亦相信這次的如果照這樣說 贏面是很大的 多謝各位 但會否擔心上次免針指出後 其實政府應對方法是修改599條例 會否擔心這次都有同樣情況 修改599條例 599是緊急法令 你修改便沒有緊急法令 修改這個不能說 因為他要這麼沒面子 這樣沒辦法 你看上次局長是有無權 他立即改有權 這樣就蓋了行政會議和行政人的決定 因為盧曉茂沒有這個權 但因為盧曉茂執行 所以我只能告盧曉茂 如果你這樣再改 即是你那班坐在行會那班人 是否飯桶 有無讀過法律 就是這個問題 最主要就是這個問題 如果他自己不按臉 就由他改 有無法 他口大 我們口小 如何看大公部囚犯租益是否影響你之後 職業卻心 如果今次宣傳規不低 還有其他職業的打算 当日邓小平改革时说过我国一直以来被极左派的人所害, 不是被右派,是极左派, 他说人民付给政府权力来管治人民, 政府再付给权力,被人民监视政府, 所以他立基本法时,邓小平立得很好, 就说香港市民有权对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的行为 就是一个决定,向法院提出诉讼, 这是中央给我们的权力, 我去司法法有什么问题呢? 你一拨命找黑权料,证明你什么都不懂, 你连到什么叫法律你都不懂, 那有什么办法呢?你就在乱舍,有什么办法呢? 当日你们要想想,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黄光美去印尼访问,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黄光美去印尼卖人, 当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说黄光美去印尼卖人, 国家主席太太去印尼卖人, 你要作就由你作,是贬低你自己身份作出来的人, 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呢? 我想連個個都興奮到安心臟, 這個也不妥協,等社會一變化。 一份作詞 Está廖說明, 請你再 caracter點中國人, 請退位請訂閱。 請你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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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請你 Porma,我請你請你請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